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你的背部其实是很直的 通常会被这样子 对你的背是没问题 背没问题 你就要记得肩膀不要紧张 不要把力压到肩膀去 我叫好新鲜 可能还不转得很好 好 你感觉就是在这种窗檐下 一转起来你感觉怎么样 这样空气是比较好的肯定是 对对对 其实这比较重要这种小的事情就是 改变一点小的 每天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做重复的事情 你就要保证这个事情是把你的头脑和身体带到往上走的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很多事情是把头脑和身体都带到往下走的 每天那么做就很麻烦 虽然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早上起来 特别是你第一次刚起来的时候 基本上走几步 你就要必须去洗手间 我们是要先排空 然后再去喝水 然后再去做别的事情 如果是反过来了 就会发现身体这个时候需要调整一下 如果长期没有调整过来 身体就适应了这一种往下走的环境 它就调整不过来了 或者会很难 你说的刚才你说的哪里你还没有说的特别好 这边 这边的内圈好像是感觉还不是转得很很内圈里面 这边是这边嘛 这边还是不是顺那边 可以转但是还是感觉没有这边转得那么深 感觉好我看看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衣服更往上一点 你看这个我会拉下来的 我都是更往上一点 我要看到 让你收进去看到你这个肋骨这样子 然后肚子就是到下面 就你整一个手掌可以放到 拉下一点 我要看到你肚前一下 对 你感觉是不是很难 就是这里这一个腰外斜肌 你看我一遍 然后呢在这里的时候它有点卡 就这里转进去或者转出来的时候 它首先复直肌有个力过渡到腰外斜肌 就是转进去 好转出来也是 它有个过渡到腰外斜肌 你们看到我就有个斜肌 它先出来 然后呢 这个直接才会出来 有 有 你另外一侧感觉比较顺 你另外一侧感觉一下 它是不是这里更能用到力 当然有一只手都能放上去 去感觉这一个肌肉有没有 就是做这个过渡力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问题了 有也是有 但是可能就是我这边一直以来 就是比较顺着开始 是这边然后这边 这边后来才可以转 我是感觉这边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我这边好像是深一点 这边好像是浅一点 这种感觉 能不能这样子以后你练习呢 直到这一侧转到同样顺 也就是刚开始 吐气之后你顺的那一侧 只转一圈 转到这边的时候 你看转一圈 然后呢就开始反方向 转不顺的那一侧 就后面的就转一圈 因为你需要你顺的那侧是带动 然后呢你才知道 你的不顺的这侧 有没有转到顺的 是那么一顺 你要有顺的那侧开始 然后接下来你的呼吸 接下来的基本上三四圈啊 你能转多少圈 都转不顺的那侧 试试看我们今天就这么 一小点卡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人呢他本来就是有一侧会比较好一些 另外一侧没有那么好 就算是我们的脸你仔细看啊 所以为什么那些大明星会去调他的脸的对称度 不是百分之百对称的 只是有一个差不多就没有太多变化 有的人差太多 你就会发现他完全不对称 我的脸也不是对称的 所以当拍照的时候我就要测一下 你有一侧就感觉拍下的照片会好很多 有一侧真的就会差很多 那你整体看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我们身体也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脸有眼睛呢 有嘴巴就会 它有个对比度嘛 两边必须平衡你就会这样子 身体也是这样子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复职机左右 很少有人是百分之百一样大的 他有一些差异 然后腰外血机更是了 有的人腰外血机差异很大 就是有一边粗的就是像三个手指这样子 有一边只有一个手指 所以你就多用那一侧 它就会长到平衡 好 所以当你每天打开窗啊 选拟念的时候 你就是顺着那次只转一整圈 然后另外的就转 这样子有另外一个好处 除了就帮助你平衡过来之外 你要特别专注 要不的话 你就会进入以前的 你正常转的那种模式 就特别关注的时候 你就特别专注 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到 不一定就是要念脑腻法 就像说我们上洗手间的时候 你特别关注 你都会知道你的食物应该怎么样调节 今天是比较干燥 还是说今天是喝水有过多 有过少的 但是很多人现在是喝水过少 你的水分的吸收够不够 就是从你去洗手间的时候 那一刻你就能感觉得到 但是很多人就在那里 一直有一点用力挣扎 没有感觉 正常来说就是 你坐在那里 它就很顺的了 就它就不用破坏我们的盆底居 盆底居你看你 我们每天都要去 每天那么拼命挣扎 破坏一次 之后你又没有把它收缩 你就一直把它张开张开 肯定它就容易凶 但是我们练脑腻法 就是如果练的时间够 它也就平衡过来 你感觉不到而已 就你感觉没有变化 在我们这个年纪 不断往下走的同时 你身体没有变化 就是好变化 就像你肚子 你觉得它下不去 下不去可能它就适应了 你的脂肪细胞 它收到够紧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厚度 没有关系 只要你保证它不要再长就行 只要它的脂肪细胞分泌增多 它是成倍的 你现在有一百万 它就会分泌成两百万 这一个速度很惊人的 所以你看很多人瘦身是很难 很久瘦不下来 怎么样结实 不喝水它都瘦不下来 但是长就长得很快 两个星期不见 怎么长得那么多 就是它有这样子的一个肿量之后 它是成倍的增加 两个星期真的可以讲五磅十磅 我先生有时候 我圣诞节那几天就这么长 但是你要知道 你看就像我们就相信那些瘦身啊什么的 它告诉你两个星期能减五磅十磅 你都会觉得 你都不可信任 其实也做不到 它减的都是水分 水分我们是有一二十单的水分 就完全不是脂肪 脂肪细胞一旦长到这种程度 你一个星期瘦一磅 基本上就是比较正常的速度 所以我们瘦的速度完全达不到 我们增长的那个速度 那你早上练的时候 你就是又慢慢的 你工作忙的话 你每天要练的话 早上起来就是 你掉一下脖子 打开窗 然后就这么练个三五次 基本上能够保证 你今天身体 不要停留在这个状态 不要往下走 但是你要身体往上走的话 你确实要练过二三十分钟 如果你要增长 你要减这个脂肪 你要练过四十分钟 然后呢 你要增长肌肉练过三十分钟 因为身体它有这样一个变化 我们的脂肪确实是要你 不断的重复一个动作 练习热到 它四十分钟之后 它才开始代谢 要不然它就会储存状态 肌肉基本上三十分钟 保持正常 你就练三五下就行 它确实要有这样一个时间 我都试了很多 很多学生都是 过了这个时间 它就有变化 你是就洗床就练 还是可以先去洗手间 洗手间 先去洗手间 因为正常来讲 我现在就是有点觉着 正常来讲 就是你起床 我伸展一下 就是真的就是拉长 就一秒钟 伸一下 然后呢 就落地 我的脚衣踩地 我在床上是可以练活 如果我不记得 我脚衣踩地 我就自然的 大小都去光 而且这一个总共就一两分钟 非常快 有时候 我又代表的是 我看时间就是非常快 这就是应该 这个时候是应该 不是说我练得比较好 比较健康 这就是正常的状态 因为我就会发现 如果那几天我去吃火锅 特别过年的段时间 他们家吃很多那些东西 然后呢 我就去的不太顺利 然后我的背上 还有脸上 它就会冒痘 所以有时候我上课 你是看到我冒痘的 它就是我身体 其实冒痘是身体负荷过重的 就像是我们身体气 有时候之前会冒痘 就是那荷尔蒙过多了 那我们平时的冒痘 是身体气负荷过重了 排不出去 它就是我排毒的方式 所以正常来讲 亲爱的 你早上起来 它就是 你脚踩到地面 你基本上走到洗手间那几步嘛 你就要去洗手间 那正常洗手间 排的一种速度的话 就是你坐在那里 不要死尽了 死尽就是你那天喝的水 总体来讲 你喝的水 你的水分是不够的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不用死尽的 不用特别深了 你因为你的 所有的排泄物在那个门口的时候 身体会自动打开 就很多人不管去大小 其实他都有一点 他就要死一点尽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就不死尽 坐在那里就是 我都特别 就是特别放松 就是你不要收紧 你不要紧张了 脚踩血液一般是特别放松的 他就很快 自己就排完了 但是如果你现在还觉得水分不够 你要使劲的话 你之后 你就要练脑力法 把整个喷嚏机要很强度的 最大强度的练习 把整个喷嚏机提起来 因为你坐在那里 如果五分钟 那你就之后要练五到六分钟 同样的一个时间 你才平衡的过来 要不喷嚏机就走下坡路 只要喷嚏机走下坡路 基本上内脚就会走下坡路 他下垂了一点 代谢就跟不上 所以你就感觉一下 你下去就知道 这也就是其实有时候 就是不是说 我们人进入一个冥想 就是你总感觉到身体 你就感觉到身体排泄的那种变化 其实是 不是一个特别要交代的任务 我们身体招务组这么安排 是有原因的 每天都不一样 其实很清晰 一个很惊喜的东西 然后呢 也是让我们去觉知我们身体 把我们注意力完全停留在 当下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就 反正这是每天到去 你从早上起来 上洗手间开始 你就把整一个完全的去意识到 然后到底是怎么样的状态 然后你就今天你的大佬就学到了 我喝水不够 我今天就要加大一点水量 或者多吃一点蔬菜水果 你自然的慢慢的就少吃一些肉类 肉类都特别干 需要很多的水分去中和 就先做这一点 然后慢慢的加上晚上的刷牙 其实就是早上上洗手间和晚上刷牙 你加上 人就会那时候会注意 进入当下一个冥想的状态 没有那么难 造物主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 安排我们必须要做这些事情 他可以安排人类 不吃东西 不做事情 靠与空气的这种能量兑换 也生存 他没这么安排 他有他道理的 这不是一个麻烦的事 可是现在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 自以为是的 觉得应该这样 这样不对 这感觉下 你先从像洗手间开始 然后慢慢的往上加一个刷 你就自然的 就有冥想状态 你没有静坐的时间 你不需要静坐 我们就是走路 我们是不知道 走路 吃饭 上洗手间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 就停留在当下 就是一种冥想的状态 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外源 就你想要的 真的我们比较在意的 就是什么财富啊什么的 他的流进就不一样 就你整个人是很疯的 你会第一遍的不太在意这些东西 然后呢 你不去太去追逐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他会尽单的来到 就是一些美好的东西 如果他是美的 就像财富 他都有美和不美的 如果这笔是不太好的财富 可能你就得不到 但是比较美好的 他就尽单的会过来 你还很难把他推出去 因为这段时间 我老是 我穿了两个洗衣脑袋 我老是还跟我什么的 我就觉得 就是那里走了又来了 走了又来了 整个是没有变化的 不像我以前真的要用一些 真的用一些冥想一些意识 去吸引一些东西 也是可以 但是之后 你有一百种吸引的方式 你家有一百万种 让你取走的方式 所以我现在不会特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会足够 你可能不会过多 但是你就会足够 我很难就是之前 就感到这种满足 是慢慢慢慢的就感觉到了 当你去感觉到 你会发现 我们走了很多弯路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所以我就希望你早上起来 你第一个你要去洗手间 你去洗手间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感觉到了 你没有去拉伤到盘地基 你是要用一点力 还是只是放松就可以 如果你只是放松就可以 没有问题 你是要还要用一点力 或者用的力过大 那你就感觉刚排出来的 是不是比较干燥 那就是你的水分不够了 两个问题 要不水分不够 要不呢 就是你该排的时候 你没有去排 它在后面停留过久了 水分被我们的大肠吸收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就是有时候 成年人之后 除了生孩子会造成 就是痔疮 还有就是经常排不顺 也会造成比较小的痔疮 痔疮就是你把里边 肠道的那一节都排出去了 其实你就知道 你用了多大的劲 但是呢也说过来 你能做多大的劲 去往外push 你就要用一个多大的劲 把它往内收回来 其实它只要平衡 就没有问题 就好多人就知道 用很大的劲往外 因为我们长期这么练习 练习了几十年了 可是就没有就往内收 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会往下走 会回 另外一个我们的地心引力 这是自然的衰老 那现在的研究的话 人体 我们这个人体 你保养的好 其实你是可以 像我们正常的活动 它的机能会慢慢的变慢 正常的活动 就是不要生病的状态下 我们现在是研究 是可以活到120岁的 但是现在我看很多人 到七八十岁身体 就非常的 都靠很多药物来维持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这个研究错了 还是说我们很多的习惯 做错了呀 这个我没有答案 是正常我们这个身体 可以用到 大概110 120岁 那这个身体 确实它是自然的 就会回归自然了 而我们现在是靠 很多药物去控制到 让它就是后面 又靠药物啊 靠机器控制的 那几年寿命 是很难受的 因为我们家现在 我看到老人家 很难受的 没有质量 甚至我都会觉得 我会选择 不要让他们活着 天天就是跟医生约见 这样不能吃 那样不能做 还有就是 它就是整个松了 整一个垫那些 挡了很多疹子 还要用这样用那样 就人一接近它 你就会闻到那些的味道 其实没有太多质量 我也不知道 要是我 我不会选择这样子活着 这也是为什么 我告诉他 我不想活很长 但是呢 我会尽量保持健康 他们就能问 你的健康程度 你可以活很长 我不一样 我就没有把自己的生命 定那么个长度 但是我要有质量 到一定程度的话 我在我家 我就告诉每个人 不能解救 如果我到这个时候 你把我救回来 是这样子 千万不要急救 这是个人 个人的观念 但是要保持健康 我们家其实 整一个家族 我是保持最健康的 而且我的底子是很差的 我出生的时候三斤多 就很早产 三斤多 是我妈跟别人打架 小子的 对 就是在以前 不一定能养的活 但是呢 我又刚好奇迹地活下来了 这也会造成我的身高 还有很多的发育 其实是不够的 后天其实可以弥补 后天可以弥补 现在就没有 我不觉得有问题 那细胞会代谢的 然后呢 我不觉得现在有问题 但是我的身高是长不上去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实在太小 骨头它就没有 它就长不到这个丑度 我正常 我的骨蜜都可以长到一米六九 我家本来遗传身高也比较高的 我就长到一米四八 就停止了 对了 因为这样子 小小可爱 就是 我觉得健康就好 真的孩子就是真的要求一个健康就好 所有的思维那些都正常就好 我有看一些文 我有看一张文学报导 他说因为我们人长得太高大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能量也是比一般人的代谢更快速 其实这样 你要说很好吗 也没有很好 还有就是说 像那个 运动健将 他们过度的运动 然后造成他们身体过度的消耗 还有吃多的人 吃多的人 身体的消耗能量也 会比一般人更快 所以也不是 也是不OK 所以 所以你很好 这样子OK 谢谢 吃多确实是个问题 可是有多少年 我们都认为要吃三顿 要少吃多三 其实现在看来 少吃多餐和一日三餐 是错误的 也不能说他完全错误 因为像有的人 比较高大的运动员 他一日吃七八餐都是正确的 像像我们普通人的运动量 每天的就是需要的能量 就是每天就是一到两餐 就合适 就看个人 看你今天需要多少一个量 真的是你吃的标准 就是你不是你饿了 饿只是胃空了 你吃的标准就是 你感觉你的能量下降了 你没有力气了 你没有 更多的能量去管那些事情了 就你头脑的能量和身体的能量下降了 这时候你需要进步 因为你在吃东西 就是因为要维持这种能量 但是现在我们吃东西 是因为胃空了 就去吃东西 让胃永远都不要空 这样对胃的伤害 就是现在很多有很多胃啊 大肠的这些问题 对肠胃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就一直不停的工作 肠胃 一直我们都认为 它不需要休息 它需要休息的 它需要休息就是它的肠胃的健康寿命 它健康的长度和寿命的长度会长一些 我们一直让这个肠胃这机器不停的转 也可以 它可能转到60岁 就就歇会了 你就要靠其他的药物机器来维持 要换一些东西 但是你让它有一些休息 它可能真的可以转到120岁 转到100岁没有问题 你看到很多百岁老人 它是生命能量全部没有干枯掉了 可是它的肠胃 像之前留下一些 它的肠胃是没有问题的 照样能吃能喝的 现在我婆婆叫她80岁 她很多东西不能吃 就这样不能吃 就一吃就出问题 要不就腹泻 要不还有呕吐 就是一吃就出问题 因为她已经用 她都使用过度了 但是她还要崇拜 少吃多餐 因为她的那一代 就是那么胶搭的 而且她本来是生物化学家 所以没有办法 我婆婆的那一代 是她能过剩吗 那时候生产很多东西 需要人去消耗 我们也是 其实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就是你买东西要三四 吃东西也要 自己注意自己的这样一个度 好一点吗 雪妮 我感觉你赚的就 你就多赚几次 它就会顺一点 你一定要记得 顺的那一侧 只赚一个完整的 三百六十多整圈 然后就赚不顺的那一层 你甚至可以多蹲一点 什么的 就是你的肩膀 是一定要放松的 你转的话慢慢的 你就是其实转两三天之后 它就会自然的 这就是你以后 比较自然的一个转术了 一个转的方式 但是你整一个就是 记得肩膀放松 这是你每一次 就是在之前 一定要给自己 然后在转个两三次之后 要给自己一个放松 肩膀放松 反倒对你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这样你这样子 你的肩膀都有一点点紧张 那是不严重 如果早上你能撑到窗台 你能找到一种 立的传说方式 不管撑到桌子还是哪里 让你的肩膀完全是往后斩 完全是放松的那种状态 肩膀先放松了 背放松是因为我们 真空腹 这样是正常的肩膀 放松是这样 这样子会让你启成一个 对 对这样 有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的认为是这样 有些人就说 就是早上起来的话 洗澡的话不好 对 看对哪些人 就是因为我也习惯了 每天就是早上 然后我就洗个澡 然后他们就 有些人就说 你一早洗澡的话 就把一天的什么热量 什么的能量都洗掉 不会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修行的人是对洗澡 这方面有很多研究 我们会洗很多澡 早上洗澡 洗澡是没有问题 其实如果是女性 头发长 早上洗澡你洗头的话 让它自然干涉 更好的 早上洗澡没有问题 洗澡只是加速身体的血液循环 其实洗澡是提高能量的 对呀 其实我就是感觉 本来起来的时候 就是精神还没有这么好 然后你洗完澡了 那个人感觉就是精神很多了 早上洗澡是好的 早晨傍晚洗澡都是比较好的 其实天黑了之后再洗澡是不太好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能量需要 就是往内收往下走 然后呢你不能把事放出来 哪怕就是你十二点钟洗完澡 当时你也觉得很舒服很清醒的 因为洗完 洗澡一定是提升能量的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有时候他们现在修行一些 开悟的一些 他们每天要洗五六吃澡 就洗完澡之后 那时候你能量 趁那个能量上升的时候 他们要去冲破一些东西 因为有很多层 他需要冲破的 所以洗澡是能量提升的 往上走提升的 但是呢能量也是往外 他往上就往外 他就是你可以把它处为是 有点往外打开的状态 所以呢如果太晚洗澡不好是 你不要把能量打开 这样子会造成你睡眠不好 如果它会造成你睡眠更好的话 就没有问题 从总体来说 洗澡没有不好 只是你半一三根 能量刚内收 刚刚平静下来的时候 你要让它上升 你要让它再往外释放出来 这样子会让你睡眠不好 对身体层面没有不好 可是你洗很多澡的时候 他们不涂身体保湿乳 理由不会怎么样去平衡身体的这些 就是润滑的体液的话皮肤会干燥而已 没有问题 所以早上洗澡你那个是很好的 是很好 你整个能量是打开的状态 然后你整个能量是上升的一个状态 然后洗澡从还同样从另外一个场面 它除了清洁身体之外 其实它也能充掉我们不好的一种能量 所以从外面工作回来 其实第一个事情就应该先洗个澡 就是哪怕你就是冲洗一下 你就会感觉你整个人的状态 在那一刻又不太一样 至于外面我们会带从 身体层面会带很多 就是脏的东西 一些细菌回来 然后呢 从能量层面 你在外面接触 会接触太多复杂的能量 因为像我们是出去上班 我们是接触城市 接触这种嘈杂和喧闹 我们不是去森林之中 接受那种瓶颈 所以有时候你去 我希望去露营 露营的时候在森林之中 其实两三天 一个星期都不用洗澡 你就会觉得早样很舒服 是因为这种氧气 还有森林的那种能量 就把你净化了 其实你真的也没有那么脏 就像你身体的细菌层面 都没有那么脏 首先我们尘世有很多吵杂 然后从灵性方面也不是很好 也会带回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而且当其实预期那段时间 大家情绪都在一个比较 就是非常杂乱的时间 回来你不只要冲掉戏剧 你还得冲掉这种杂乱 要不你的头脑也进不下来 我现在看到雪林那边 窗户就很美 绿色的 对啊 绿色来着这样子 很美 好了我们找个方式坐下来 倒样 还是要静坐一下 坐下来吗 对坐下来 雪林那边坐下来 真的这要有一个比较给力的 不要把膝盖敲那么高了 每天的状态不一样 因为有时候像这两天 我们这边就下雨 天气就比较冷 天气比较冷 你就会发现我们 通俗的说法就是 哎呀就觉得全身都比较僵硬 骨头比较硬 但是就会敲得更高 到冬天的时候就可能 哎呀你需要垫得更高 这每个人正常的身体反应 就是这样子 我是曾经有听过这么一说 就是说如果晚上洗澡的话 不要超过九点 因为九点之后啊 我们那个 身体毛细孔的整个运作之下 会把你那个洗澡之后的水汽 那个水汽啊 倒吸到身体里面 所以就是说 最好不要超过太晚洗澡 嗯 其实这一个呢 也没有说 我们的身体细胞啊 我们的身体就是 皮肤上的毛孔 它没有倒吸水的能力 因为水你看 平时我们拍那个爽的水 而倒水汽气 对变成一种气体呢 有一点可能 但是这个对身体的影响 不是太大的 只是有一些风湿关节炎的人呢 它就一点点影响就很严重 然后呢 就不能这样子 正常人是没有特别问题 因为我们更多的这个毛孔 是往外释放 它的色际不太一样 就你会感觉哈 嗯 就是我们有时候去美容院 蒸那个水蒸气的时候 还要把温度调高 蒸很久 把毛孔打开之后 还能进去一点点湿度 那我们正常的洗澡 这个湿度是进不去的 可是呢 它会进去一点点 这一点点对普通人来讲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有腹肢关节炎的时候 它就会发作 他们就要注意很多东西 其实整体来说 不是要九点 九点只是人类的一个规定 增长的自然的这一个空间 是没有时间的 慢慢的到你们修行当中 是没有时间的 所以呢 不是有一点 看太阳 看你当地的太阳 太阳落山之后 其实对身体就不太好 根据太阳落山的长短 就到对身体不好的程度 就开始加深 刚落山还好 所以日落和日出的时候就很好 不要在没有太阳的时候 做这些 就是水是属阴嘛 做这些事情 你的身体 其实就要花很多的能量去消耗它 你要在太阳升起 和太阳落下的时候 做所有事情 然后太阳落下 我们就应该休息 我们现在的人 就是这么折腾的 所以为什么定个时间是九点 其实取决于 如果你有时候 你看夏天是八点多 八点四十九点 太阳才落山 那时候就很好 像冬季的话 五点半太阳就落山了 之后其实你就不要 从事这种能量 升起的运动了 因为我也有邻居 他下班回来 他做领导的 下班回来很晚 八点钟 九点钟还去健身房 不断的大汗淋漓 所以呢 他就一直在问我 他说我那么 他说我那么晚下班 我不吃饭 我到去健身房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吃人教练 为什么我的身体 现在越来越差 我说那你停着去健身房 你什么都不做 你的身体会好点 你不信吗 但是他就是坚持了很多年 他停下来 他就苦慌 我说那你还是去吧 因为你去 顶多是身体出问题 然后停下来 你会焦虑 因为他已经被那种 洗脑得很厉害 就每天必须要怎么样的 哪怕十二年钟 都要去运动一下 所以24分 其实开二十四小时的呀 他晚上真的有人去运动 就是不多 而且那些基本上都是领导 那些高管什么的 非常非常治虑的 我说那你还是去吧 那你去顶多身体出问题 你要不去精神会出问题 因为你现在大佬接受不了 我说你会发生的特别是 我本身体出问题 然后你会发生的特别拥 我说过 你会发生的特别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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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